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這應該是今年最後的月光雕刻師影片了 再過幾天就要告別今年了 今年其實過得不是很好 希望明年的我們都可以試試順利 今天來講比較新首相的 在本遊戲中 攻速最直接影響的就是角色動作 鏡額影響 攻擊 技能施放 釣魚速度 為了減少各位燒腦的狀況 這邊就只講大方向 首先我查網上跟韓文相關資料 並沒有得出完全正確的計算公式 算出來的值有時會產生誤差 在這邊就以最簡單的 攻擊速度等於 武器速度乘上 掛號100% 減掉所有增幅相加 而攻速目前版本的上限就是 武器的速度乘上40% 也就是原本速度的2.5倍 舉例來說 雕刻刀1.31 滿速就是0.52 代表你喝兩種加速水 加10%雕像組合效果 就直接滿載60%了 之後都是移出 不論再增加其他速度buffer 裝備都不會再更快了 所以裝備上不需要浪費詞綴 放攻速百分比 因為增加的幅度 也沒有比喝藥水多 掛網就用雕像組合 加10-20%的藥水就夠用了 要練得快 靠經驗水 開pvp 組隊 效益會更好 順帶一提 商城反水 在時候重生後 還是會保持在的 影片後面我有做測試比較 各位可以從說明欄 或者播放進度選單跳轉過去 跑速比較單純 目前韓版我查到的資料 移動速度最高上限是 160% 代表你喝兩種水 就直接滿速 除非你開掛 不然你別想超越極限 小兔子 也只剩下賣萌的功能 也是不推薦在裝備的詞綴 所有測試影片上面都會有計時系 計算時間為 開始動作 到下個動作前 讓各位能以數據 理解速度帶來的差異 出現設備 網路 人為操作上 可能會有些誤差 首先來比較常見的採礦 無加乘 對比滿速狀態 看來採礦的時間 不受速度影響 接著是釣魚比較 釣魚應該是很明顯的對照 右方的選手 已經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 這邊補充說明 釣魚不受武器本身快慢影響 那我們開始來看下一個測試 後續的武器測試會分成 以我能取得最快跟最慢的兩種 已施放四個技能的 動作開始 到下個動作前做計時 匕首 攻擊速度 1.31 無加乘 攻擊速度 雕刻刀 攻擊速度 1.4 無加乘 攻擊速度0.52 滿速60% 雕刻刀 攻擊速度0.56 滿速60% 打得很快 滿水也噴得很快 雙手斧 攻擊速度1.55 被動1.1加成 雙手斧 攻擊速度1.8 被動1.1加成 雙手斧 攻擊速度0.63 滿速60% 雙手劍 攻擊速度0.73 滿速60% 戰士加速後 就是猛 短攻 攻擊速度1.51 無加成 長攻 攻擊速度2.08 無加成 短攻 攻擊速度0.76 50% 加成 长弓 攻击速度1.04 50%加成 反正小浩都是靠宠物在打 速度就无所谓了 法杖 攻击速度2.36 无加成 战杖 攻击速度1.86 无加成 法杖 攻击速度1.19 50%加成 法杖 攻击速度0.93 50%加成 神水一解不论快慢都是秒杀对手 没有时间练所以从缺对不起圣骑士们 我简单用画面这段距离做测试 在短距离上会感受不出明显差异 仅供参考 难意外30跟60的差距不大 在短距离下差距为妙 以上就是这次全部的测试影片 感谢各位耐心收看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如果有没测试到的请多包涵 期待明年的我们都能有所成长 摆脱非洲部落 容胜欧洲人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